大家好,主春奧 七間已經入標競投澳門新賭牌博企 9月中旬,據說逐一向委員會初步介紹自己的標書 以及未來十年發展藍圖後 現在正同澳門當局就標書細節進行磋商 勸商瑞信引述行業消息指出 澳門政府對部分標書發展提議落閘 不過沒有放狗,即未必滿意博企的部分發展提議 並要求博企進一步提高非博彩娛樂投資 瑞信表示博企與澳門政府就競投新賭牌的標書商討 未如預期那麼暢順 該行說當局認為個別博企 在現有項目中擴建的計劃屬於賭牌的要求 即是舊有的東西 所以要求博企競投新賭牌時必須作出更多投資承諾 當局又表明博企要提供清晰的投資開支時間表 即是說你不可含糊 要清楚寫明未來十年投資時間表和路線圖 就不可以說了當做了 到時又側側博多角 瑞信表示投票公司和委員會 今個星期會再開會提交補充資料和說明一下 他們知道大多數營運商都需要提高他們的承諾投資 相信會對部分博企的資產負債表增添壓力 並會拉低豪賭股板塊的長期利潤率 這當然啦,因為未來十年的施放是怎樣呢? 疫情何時完結大家都不知 是有點復毀的 所以預計現有的六間博企將會拿到新賭牌 在澳門當局公佈的招標文件中明確評標時將考慮的因素 其中包括公司開拓外國客員的建議、 經營賭場或其他相關業務的經驗、 投票人在博彩和非博彩項目的投資、 會為澳門帶來什麼好處? 公司關於賭場、營運管理的計劃、 他們關於監控和防止賭場、非法活動的建議 以及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承諾等等 有很多承諾 雖然疫情已經三年近博企虧大錢 不過我們的官員經常說疫情只是一時 賭牌有成十年,怕什麼?預有信心 當然,我們都希望博企加大投資造福澳門經濟 但博企的物底算盤怎樣打呢? 真是沒人知道了 投資多少呢?相信很快就會揭曉 好,這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片尾截圖維碼,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拜拜!